雙!雙重限時免費! 而且還是高品質的雙重限時免費! 生活玩家的我們怎麼幸福真的可以嗎? 因為上一支特價影片也有款高品質的謝敏遊戲 所以這支影片看完領完 還不妨到上市影片中也順便領下來 總共有三款作品可以領了 那話不多說趕緊來看看這一次的遊戲介紹吧! 盜賊慘惡 原價408元 折扣45% 歷史新低224元 評價13000篇左右的91% 加上幾度好評 這款內LOG動作遊戲 初代盜者一場擁有死掉之後仍把所獲得的資源 用來永久強化未來美局體驗的設定 算是發揚了ROGOLITE這個元素 而二代同樣也是這個玩法 且畫質更好更加符合現代玩家的需求 玩家美局需要探索城堡打倒BOSS 但過程陷阱重重怪物密集 一個不留神將會死於非命 而這使你所操控的角色的指示 將來繼承你的使命 繼續探索這座城堡 但特殊的地方在於 這些孩子除了擁有隨機職業之外 都還擁有各種奇怪的特質基因 像是有射盲的角色 所看到的畫面將會水白 又有珠如陣、巨人陣等等 表現出來就是角色變得更小更大 變得更大雖然容易被打到 但同時我們的攻擊範圍也會跟著變大 因此如果抽中戰士加巨人陣的組合 那這一輪輕奇怪來可就非常快樂 那如果死掉了也沒關係 我們能把所獲得的金錢用來強化下一區 逐漸的達到城堡內的最終BOSS 預言奇譚 原價318元折扣10% 歷史新低129元 評價570篇 除了87%幾度好評 10款類跑團玩法的類卡爬遊戲 主角是一名小偷 某天潛入目標家準備要偷樹形時 在碰到樹形的瞬間 有無數未來出現在主角眼前 那為了迴避其中的壞未來 就這樣開始遊戲 那玩法很獨特 戰鬥也就算了 但就所有人物的對話、交流、事件等 竟然都是以卡牌的形式來去呈現 而每次選擇主線事件時 會來到新的場景相遇陌生人 可以跟對方溝通、購買東西 而若遭遇敵人時 除了用武力來打倒之外 也能用所得到的金錢、聲望來收買對方、降服對方 竟然迴避掉這次戰鬥 而隨著故事進展 我們還會相遇許多同伴 有的同伴武力較高 有的責任偷對方的東西 這款玩起來頗有CRPG那位的作品 GREASE 原價268元折扣80% 歷史心第53元 評價6萬千篇主要的96% 壓倒信號評 這款非常唯美的平台跳樂續式遊戲 遊戲當中不會用任何文字來講故事 而是用演的方式 讓你用看的來瞭解所發生的種種事 而本作厲害就厲害在 畫面所表現出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滿了故事性 再加上那十二杯狀、十二空靈的配樂 讓當時晚晚的我感受到無與倫比的衝擊 這款充滿藝術、哲學美麗的作品 如今投擺架就能玩到 非常推薦哦 我的世界地下層 原價138元折扣10% 歷史心第269元 平價9500篇主要的91%幾度好評 這款類暗黑遊戲 但有別於其他暗黑作品 這款的特色在於在裡面鎖人用的技能 都是透過裝備來學習的 這代表換了一件裝就會換了另外一個技能 再加上遊戲並沒有合成、寶石強化等的系統 使得本作就變成打到神裝就很神 打到爛裝就會玩得比較辛苦的風格 有一點一翻兩瞪眼過於靠賽 重量度玩家會玩不爽的遊戲 但換個方向想 遊戲捨棄掉其他暗黑作品繁瑣的作裝流程 主流派的過程 把注意力關注在所打到的裝備 使得本作玩起來就很小品 就是這款輕度像遊戲 推薦給小朋友或時間不多的玩家 Islands 原價118元折扣65% 歷史心第41元 評價15000偏著的90%幾度好評 這款輕度像的城市建設遊戲 玩家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這座島嶼上面不斷的擺放建築物 而沒擺一個建築就能獲得積分 但有些地方在於建築物之間擺的順序、位置 都會影響所獲得分數 像是在市中心附近放住宅會加分 那次放度假村的話反而會扣分 又或者先擺田地之後再放模仿 跟先放模仿之後再擺田地 那個分數是會有差別的 因此遊戲的題無畏就是不斷的嘗試 建築物之間擺放的先後順序 來想辦法獲得更高的分數 那當分數高到一定的階段 就能解鎖新的建築、新的島嶼讓你玩 是款輕鬆療癒的作品 博德之門3 原價1599元折扣15% 歷史新低1359元 原價54萬篇左右的96% 壓倒新好評 四款CRPG遊戲 也是2023年TGM年度最佳作品 憑藉著龐大的世界觀 玩家能夠邂逅他人、組成隊伍來冒險 而根據你的玩法、種族、職業等都可以隨意搭配 像是能夠玩正派的聖武士來正面硬行 又或者靠嘴炮來迴避戰鬥的陰遊士人等都可以 總共有12個職業供你選擇 但那你若想的話也能堅持來學習其他職業的技能 那跟著主線走下去還有豐富的支線、故事等 甚至還能跟獸人熊等存在啪啪啪 論自由度的話 不管是戰鬥還是故事 博德之門3真的可以說是近年來自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但缺點就是因為自由度太高了 想要玩得好可能需要查點攻略做點功課 才會玩得比較舒服一些 10款認真研究隨隨便便都能破百曉的史詩集作品 撿到青年貓 原價138元折扣41% 歷史評低82元 評價470篇 除了87%幾度好評 10款補膜作品 不用補丁動態圖 有雲潛水區 某天你在路上撿到一隻受傷的小貓咪 帶回家顧著顧著 牠就變成了一隻貓娘 啊你哪咧 我養我家的貓養那麼久 為什麼牠就不會變貓娘 那會兒養貓你得要工作 而工作就是捏手勢 就照順序捏出來就好 玩起來出乎意料的有壓力 我一度以為我是在玩訓練滑鼠準度模擬器呢 不過不錯玩啦 那當你有一定的資產之後還能購買家具 看到貓娘跟家具的互動 欸超可愛耶 而當味道一定程度好感度達標 就是眾所期待的趴貓 欸不錯啦不錯 10款悠閒的補膜作品 100% Orange Juice 原價138元 現在限時免費 現免到5月23號為止 評價25000篇左右的92%幾度好評 10款類似大風的遊戲 本作是由該團隊所推出的所有作品 例如空旋戰機QP追擊等 眾多知名角色集結在一起 做成全明星桌遊這樣 那在開始遊戲之前我們能夠編輯卡牌 因為過程當中踩到特定的格子 就能抽卡來使用 補血忽下會有傷害更高之類的 因為每次經過他人身邊時勝發起決鬥的 然後紫骰子看誰點數高點數低 攻擊造成傷害這樣 那想要勝利的話就想辦法錯其特定條件 然後我稍微玩了一下是好玩的耶 而且遊戲能夠多人連線 但你若跟我一樣沒什麼朋友的話 也別擔心 有限時代模式可以開防對的 我稍微看了一下發現還挺多人的 更別說現在限時免費 過段時間一定會更加熱鬧 無盡帝國 元件438元現在限時免費 限免到5月24號為止 評價17000篇左右的80%幾度好評 10款4X戰棋策略遊戲 所謂的4X概念是包含 探索、拓張、開發、征服 比較眾所皆知的4X遊戲就是無名帝國系列 而本作就是基於這個概念下 所開發出來的 玩家在開始這一局之前 能夠選擇多種無名體系 有的愛好自然 有的則代表災禍 就這樣玩家必須在內政、軍事、科技發展下 算領種族、邁向勝利 那遊戲的勝利條件有很多 像是7分勝利 在經過150、300回合結束之後 看誰的分數高這樣 而比較特殊的有擴張勝利 佔領地圖80%的土地 經濟勝利、外交勝利、奇蹟勝利等 因此武力不代表就是一切 智慧同樣也很重要 好啦這一期特價就到這邊附上懶人包資訊 再次提醒上一期特價影片 有款高品質的現名遊戲 同樣非常推薦領下來 所以記得去看 記得去領 那有很多人問我上次影片的後續 也就是飛機被我媽發現的事情 那我現在的解決方法就是 不管怎樣都不能跟我媽隊上演 一方開啟不得了的話題 然後祈求時間能夠充斷一切 當作沒這事情的發生了